爱心啊 朕拜你为护国大将军 执节乐 行黄命 持天子剑 成天子作驾 号令天下王师 护国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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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袁术势大难以取胜 我忧虑的不是袁术 而是吕布 我担心 我们跟袁术交战的时候 吕布会再次投袭 我们的后方 不会 为何不回 为何不回 官做是我 我就会 吕布并非主公 虽然他天下无敌 但他的头脑却抵上主公的一个手指头 但他又成功相助啊 恰恰是成功不会让吕布援助援术 因为那就意味着负民意 将自取其后 再者 上次吕布偷袭沿州 被主公打得大败 他岂敢重蹈自治 可我们这回是 倾城而出啊 主公又多疑了 吕布并不知道 沿州是否空城 以吕布的心计 他万万不可以想到 即算是成功想到了 吕布也不胆贸然进农院 现在吕布的心思 反而会更担心 主公会不会假图禁脚元术 半道上趁势拿下徐州 没错 我这个人是多疑 成也多疑 败也多疑 就在此刻 我心中仍有一道忧虑 您能否为我排解 请主公示下 此次征讨元术 我们必须战胜 因为一旦败了 天下诸侯都能笑歪了嘴 他们会说 草草剿贼不成 反背贼脚 到那时 我们就成了贼了 他们会向恶狼 仰护上来 浑尸我们的身体 挖分我们的地盘 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断人不死 那您以为 我们怎样才能战胜元术呢 集中全部兵力 不惜一切代价 直到元术的苦衷受困 这不正是我的禁军方略吗 正是 在下认为 这也是战胜元术的唯一方略 清主公 无比多疑了 多谢 好 小吉 开启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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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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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军主部 主公 大军出发前我曾下过严令 你还记得吗 被之记得 说 主公严令各级将士 我等奉赵讨贼为民除害 现在正是卖赎之计 反过卖田时不准践踏 如有践踏者当斩 现在我的坐驾践踏了这片卖田 该当何罪啊 这 被之 被之万万不可降主公之罪啊 自个儿立的军规 自个儿违反 何以负重 进来 现在 我令你执此剑 砍下我的头颅 以正军阀 主公 在下万万不敢 万万不敢啊 主公 春秋有大义 拔不加一尊 主公 不要自强